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繼續再睇多次香港新聞吧! 竟然在荃灣,竟然連續發生兩宗血案,事發於11月10日晚上8時44分, 在荃灣某一個大廈單位上, 有個男租客報案,說自己被男業主斬傷救護員接報道場發現61歲姓李的租客隻手受傷, 甚至清醒,由救護車送去人際醫院救治。 警方接報道場調查以涉嫌傷人罪,拘捕了83歲姓何的男業主。 消息報導說,男業主當時上門,勸姓李的男人搬走, 竟然突然扭刀出來斬傷對方。 而在這宗案發生前10分鐘,荃灣發生另一宗傷人案, 有個男人疑似被人用戒刀割傷條頸, 亦都送去人際醫院治理。 即是說半個小時內就連續兩宗這樣拿刀傷人案件。 現在在香港真誇張, 是否不帶刀出街,心就不安樂呢? 明明就是想去叫人搬走, 竟然拿刀出來。 其實都看得到, 現在整個社會的怨氣都非常之重, 大家好小事都會拿刀出來, 在這裏沒有刀弄劍, 大家斬來斬去。 都是那句啦, 幸好今次就沒有嚴重傷亡。 如果不是84歲的疑控, 可能就要在監獄過世的啦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